那我們就請委員們都先請往中間的前方媒體朋友看一下 可以握個手嗎 握手 要不要擁抱一下 好 好來左邊的媒體朋友 書上聊得還OK嗎 好 文章好嗎 謝謝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的關心 今天早上我跟江啟臣委員很榮幸來拜訪我們民眾黨 黃國昌委員總召以及民眾黨八位委員 那民眾黨這個安排非常的貼心 先讓所有新聞界大家拍照之後 新聞界離開我們閉門會議 結束之後再接受聯合採訪 這個安排既貼心又細膩 而且效果又卓著 我們在裡面溝通了國會的改革 在野黨未來能否大家聯手 滿足廣大台灣人民的需求 以及人民的期待 我們溝通的幾乎是無話不談 而且所有溝通的意見都說得非常的徹底 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 很多人都說密室協商好像有利益勾結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當今的國民黨是在野 我們沒有任何資源 所以我們只有無比的真誠 來跟民眾黨來交流意見 請各界不要用負面的思維 來看這一場良性又健康的拜會 期待跟民眾黨八席立委在未來立法院 新國會新改革新期待 我們能夠共同有更卓越的表現 滿足人民對我們的期待 謝謝 市長想問一下說 今天跟民眾黨談合作 有想過會有今天嗎 今天民眾黨是主人 你們不問一下民眾黨 先讓韓國瑜發言 有情感上的交流嗎 那他還在報名一下 市長要不要 不不不 你是主人 我不能講太多問題 非常感謝今天韓國瑜準委員 以及江啟成委員 這兩位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 目前國會的領袖來台灣民眾黨拜訪 那如同剛剛國瑜委員所說的 這是一個非常健康良性的互動 絕對沒有外界所形容的 什麼私涉行堂 或者是要密室協商交換 什麼樣的東西 最主要的 我們兩邊是針對國會改革的理念 那以及未來在國會當中 所有在野黨 那能夠跟執政黨的立委 針對國會改革的議題 怎麼樣健康的 讓台灣的國會 能夠更進步 讓台灣的國會民主 能夠更符合國家 符合人民的期待 那再次的感謝 今天韓國瑜委員跟江啟成委員 來台灣民眾黨 跟我們黨團八位的成員 進行了非常良性 而且非常友善意見的交流